大家好 我是英姐 今天和大家來看一間崩的爐 這次我帶了一對夫婦來看這間屋 他們在香港住在村屋 以前住在三樓村屋連同天台 他們說以前經常買傢俬或日用品 例如超級市場買完東西 上上下下都很辛苦 所以他們這次來到英國想找一間崩的爐 就可以勉強走樓梯之苦 儘管和他來看這次家屋 之前和大家在其他影片都分享過 崩的爐是一個平房 只有一層高 沒有樓梯即是二樓 方便老人家或朋友不喜歡上樓梯 就可以選擇崩的爐 我這次帶這對夫婦 他們一早都心疑想找一間崩的爐 很幸運 讓他們找到一間 我們今天就過來看看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這間屋的主人 即是現在住在這間屋的業主 他們都準備好搬走 所以如果有興趣買這間屋的人 就是一買就可以很快地成交到 就可以搬進來 之前其實都和大家分享了很多不同的樓宇 的結構和分別在哪裏 今次想和大家說一下買樓的程序 首先大家要來到英國 就考慮一下買樓還是租樓 如果決定去買樓的 甚至乎租樓也好 其實都是一樣 你需要找了樓盤 以前在香港很容易 大家就這樣走下去 或者去你的區 你想去住的區 找個地產經紀 他就會帶你看勻整個區 在英國因為地方很大 而且區分分得很小 所以你不可能找一個地產經紀 他會帶你看整個區的樓 這裡我們很多時候 要靠自己去做功課 上網去找一找自己想要什麼樓 或者想要什麼區 然後就選好了就約了Agent 這裡最大的不同就是 因為很多時候一間屋 他會放給一個 最多是兩個Agent 而香港是不同的 香港如果你有間屋想賣 或者想租出去 你可能找了十個地產 幫你去放樓盤 這裡是不流行的 所以有時候你心疑那間屋 你想看 你一定要找那個Agent 就不可以說一個Agent 他會帶你這一區 有整二十個樓盤 這裡所有的樓盤都可以看 這裡就是有個不同的 看看這間屋 我們現在看到 它有這個位置好像很奇怪 可能之前都沒有跟大家提過 其實這間屋主放了一個Jakuchi 在這裡 就是用來浸溫泉的 如果有些很掛著鄉下 日本的朋友 就可以來到英國買一個Jakuchi 幻想回自己以前在日本浸溫泉的情況 我們看到這間屋其實都很新鮮 又說回買樓或者租樓的程序 你通常選好了 約好時間 你就去看樓 這裡一般看樓 它是自己去到樓盤那裡 不像香港 你去到經紀 經紀跟你去 去十個樓盤 這裡不是 你約了時間 你自己出現 有些Agent就會在房屋裡面等你 有些可能Agent也不出現 就這樣屋主在這裡等你 來看看 有些Agent很盡責 就會帶你走一整間房屋 全家屋走坏 介紹一下 很多時候Agent都未必會 認識這間屋 它都是任你自己走 大概的時間 看樓時間 都是10至15分鐘左右 你就要決定 去不去买这间屋 或者去不去租这间屋 由于现在的楼市 是很刺热 很多朋友来都知道 租盘、买盘 都是很紧张、很快的 所以基本上你十分钟、十五分钟 看完,你回家想想 你就很决定 那你决定了 买也好、租也好 那你跟他的代理说 给他一个提供 即是说我愿意出多少钱买 或者出多少钱租 通常他会告诉你 现在有没有提供 但这里是流行暗标的 不像香港 香港是明满实价 例如说有客户出高些价 例如300万 他出310万 你会不会多些 这里是不流行的 那有个人都下了提供 或者这间屋已经有收到的提供 那你自己去衡量 出什么价钱 那有些代理好的话 都会给大家一些提供 例如说 其实那些提供都很贴价 或者 那些提供的屋主都已经很满意 那你自己就聪明了 你看看你自己觉得 值不值得加码 或者需不需要减价 这些自己去衡量 那你说你下了提供之后 基本上 你有时在一些网页都会见到的 那家屋就会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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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做STC 就是Soul to contract 即是等着成交 那我们看完 那我们看完邦格楼 因为今天有点忙 有点时间 那我再去看一间 那我再去看一间 是 semi-detached 的房间 那画面会继续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我亦都在这个时候 和大家继续分享 买楼租楼的程序 那 刚才说到说你下了个价了 那可能一段时间 基本上 因为现在的楼市都很快 而且大家都趕着 STEM duty holiday之前 就成交了 所以基本上 你下完的offer 在很快的时候 就会 就是业主 就会回应 那你就知道自己offer 得不得了 那如果得了 的话 就会变成了 STC Soul to contract 那便会 代表这家屋 就是等着去成交 是什么意思的 那当然 在 例如你买楼的时候 你说 我其实上一次 只是看了十分钟 十五分钟 那虽然我下了标 但是其实 我都想再看多一次 那我自己本人都试过几次的了 其实呢 你可以再跟Asian 讲 或者跟业主讲 叫他再安排多一次 给你再看清楚的 他们都很明白 因为有始终 你不是说 买锅菜 买条葱 都是可以给你看多一次的 那你说 我真的看多一次 之后 不喜欢 可以的 为什么呢 香港很多时候 就是说 我下了标 或者我决定买 就会叫你给一个订金 这里就不流行的 英国是不流行这样做的 那就是 通常呢 你说了 就是说个信字 你买就是买的 接着大家就去找律师 找surferia做事 那之后才定了日期交收 才真正去付钱 那所以呢 所以呢 你一日未去到交收 你都可以说 我不成交了 都可以的 但当然 我不鼓励香港人这样做 因为呢 始终这里是 英国的文化 他们都很讲的信字 那当然你说 你看完第一次 再看第二次 你发现 原来自己上一次记错了 或者看错了 或者第二次才看 都有一些很大的问题 那你去withdraw呢 那我相信都是有原因的 都是可以的 那在英国买楼呢 我都会建议大家 找个surferia 去做一个surferia report 去看一层楼的情形 为什麽呢 因为始终英国楼 都是比较久 比较久 比较久一点 是限限地都几十年了 所以最好找个surferia 去查一层楼 有没有基本结构问题 看回大家 surferia 就有两种report 一种就是你要做mortgage 就是你要交report 给银行的 那个就会比较仔细 也会比较收得贵一点 那如果你是用cash去买呢 那可以做一个 简单一点的buyer report 就已经可以了 价钱会便宜一点 主要是check樓宇结构而已 那同一时间 大家都可以找律师做事的了 那一般都会是需要 8-10个星期去结构的 那这些以上的资讯 其实都是我去用了一些时间 去研究 或者去搜集回来的 那当然啦 当中未必是100%准确 那如果大家有些什么 想update我 或者你觉得我有什么 说错的 都欢迎大家一起拿出来分享 因为我其实做这些节目 或者做这些片段 其实最主要都是 大家一起可以 大家香港人帮下大家 即是有资讯 大家一起分享 大家如果有错留 希望大家都多多包含 多谢大家 拜拜